古今名人大解密 武则天如何从尼姑当上女皇 那猪沙做什么用 它做拱嘛 水银嘛 拱水银有杀菌作用 那武则天不是在推动农业吗 他就叫人家把猪沙就稀释 用水稀释掉 就是很薄很薄的稀释 结果就倒是 倒是撒在水沟 水在脏的地方 做什么用 杀菌 所以武则天指证的那段时间 唐朝是没有传染病的 你看武则天是不是一个科学家 他很有概念 难道诸杀武则天花灵的一个用途 叫做手工制 手啦 保守的手 宫廷的宫 手工制 手工是西裔的一种 大家知道壁腑 壁腑比较小 体积比较大的壁腑 国外叫做西裔 当然他也不是西裔 在中国古代叫做手工 对不对 那手工 当时 当时的武则天就命令 一些科学家就把手工抓来 关着 天天喂猪杀 喂他吃猪杀 他不得已吃猪杀 他会死掉啊 那是狂耶 有毒耶 吃到死掉之后 整个都是猪杀嘛 身体内部都是猪杀红色的 包括他的手工的肉体 你就把他拿来 磨成粉 干燥以后 就 点着当字 当时做什么用 叫做手工字 点在哪里 点在处女的身上 如果这个处女 第一次跟男人交购 上床以后 这个字就会消失 这手工字 在古代 非常的有名 要鉴定你 是不是处女 可是结婚以后的女人 就没有这个作用 那一直到今天 科学上无法解释 这是武卓天 推动科学的营养 诛杀的研究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武卓天 代官很难论定 他有功 有过 在中国的历史上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他是唯一的女王 一代女王 武卓天 对不对 也编成历史剧 也编成电影 对不对 历史上 对他 其实评价也是两级的 那有关 古今 明人的 很多 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除了武卓天之外 还有 很多 古今的明人 我们会在 古今明人大解密当中 一一为你解开来 我以前都是喝金门高粱酒 自从朋友介绍了这一款 台湾白霸子高粱酒之后 我就爱上了白霸子高粱酒 真的 喝起来很顺口 又回甘 而且不上头 这款白霸子高粱酒 是我喝过最好喝的高粱酒 我推荐给你 台湾白霸子高粱酒 真是好酒 喝高粱酒 不懂的人喝牌子 懂的人啊 喝白霸子 真的很难想象啊 59.5度的高粱酒 喝起来竟然这么顺口 白霸子高粱酒 59.5度 三道真六精量 让你喝的每一口 都是总享受 来 我真心推荐这款 台湾好酒 白霸子高粱酒 赞 今年过节 不送礼 送礼就送 台湾好酒 白霸子 喝量高粱酒 谢谢您的欣赏 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 敬请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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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继续关注